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1519年农历六月 奉命迁往福建处理军务的王阳明 途经封城时突然听闻 就在与封城相距不足百里的南昌城 手握近十万精兵的宁王朱晨豪 已经起兵叛乱 为防止王阳明破坏自己的篡位大计 朱晨豪派出了一支近千人的精锐部队 一路追杀王阳明 虽然他最终巧妙地摆脱了凶残的追兵 但是此时王阳明手中没有一兵一足 宁王的近十万叛军气势汹汹即将北上 千里之外的朝廷对宁王叛乱毫不知情 没有任何防范 那么在国家局势岌岌可危的千军一发之际 王阳明究竟是怎么凭借新学的智慧力挽狂澜 成功阻止了宁王叛乱 在王阳明的运筹帷幄下 一群散兵游勇又是怎么在一天之内 以弱胜强端了宁王朱晨豪的老巢 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历波教授一起 追随一代新学宗师的脚步 领悟知情合一的智慧 体味我心光明的豪情 敬请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第二十集 心智的较量 宁王朱晨豪终于返了 宁王朱晨豪这个人啊 说老实话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来自于 周星驰眼的唐伯虎典秋香 里头那个很二的宁王 其实宁王绝不是这个样子 也不像大多数通俗历史书里头讲的 宁王朱晨豪是一个庸鹿之辈 其实你想他密谋十年 精心策划 而且手边确实收落了一大批人才 像唐伯虎这样的人一开始都被他骗了 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这个人是有本事的 而且也是有眼光的 他知道先灭了孙遂 而且像王阳明这样的人不为所用 一定先要灭了他 所以眼见着 密谋十年的宁王之乱终于爆发 眼见着一片刀光血影就要出现 而这时候王阳明虽然面目改色心不跳 从封城逃出生天 身边人 身边人这个一看 巡抚大人很多地 胸有城府 是不是啊 那个所有人都很踏实 然后这个龙光啊 萧瑜啊这些人跟着王阳明来到吉安 王阳明首先逃到吉安 为什么呢 吉安之府是武文定 武文定什么人啊 武文定是王阳明南干平匪患中 手下最得力的第一大将 而且两个人心心相惜 平生知己 所以一来到吉安武文定 出城相迎 这时候武文定已经知道 宁王反叛的消息 上前参礼过后 立刻问大人知道 宁王反了吗 王阳明很轻蔑地点点头 我奉圣旨 就是要凭宁王之乱 王阳明一听 立刻吃了一颗定心丸 哇大人原来早有妙计 是是 结果陪着王阳明进城的时候 就问这个 王阳明身边的 给心腹龙光 就是大人这次带多少兵来评判 龙光悄悄地说 光杆司令 一个人都没有 受伤根本没兵吧 为什么呢 大家说王阳明平匪的 南干平匪当时不是 组建了一支胜利军吗 南干匪患 这个平灭之后 因为军饷不足 当时这支部队已经解散了 从哪来回哪去 当时各个部队 然后这个选拔的最精锐者 都回到各个部队 所以王阳明这时候 光杆司令 手上一只兵马没有 然后坐镇姦府之后 立刻把手下这批人 焦急起来 开会 开会之前 王阳明先做了几件事 做什么事呢 写信 写文章 我们知道王阳明 最擅长的就是写信 写文章 写了一批 什么东西呢 兵部的资文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王琼给他 特派员的权利 手上有兵部的 刺书棋牌 可以调动兵马的 是不是 所以 王阳明固为 梁广机密大牌 被兵部资云 率领 狼达官兵 48万 江西共干 这梁广加起来 包括狼兵 还没48万 这写的太吓人了 公务文书 快马一战 然后送出去 然后又写 借兵部 让这个资文 调集 这个整个江西 浙江 湖南 福建 梁广 包括南直立 就是江苏和安徽 各胜秦王兵马 总共24万 让他们云集 江西 而且这个里头 战略战法都交代得很清楚 各部队驻扎在哪 显到爱口 不要急着汇集 这个南昌 等 银王 朱成豪 从南昌出发 然后张开口袋 这一个一个剿灭他 把这些公文 全都发了出去 然后又写密信 写给 刘洋正 这个李世识 包括 零十一 吴四山这些人 说朝廷知道他们一片忠心 不过是在宁王身边 以坐卧底 以待时机 以擒贼手 来报效朝廷 然后把这些信 全都发出去了 然后 这个公文 找了这个驿站 传递 然后这个私信 找了一些演员 给了他们一些重金 揣着这些私信 就出去了 当时这个龙光 看了之后 然后就问这个王阿民 就是大人啊 我明白 这是一招叫使诈 对不对 吓唬这个 宁王朱成豪 但这有用没用啊 你连人 大家一看就知道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兵 能吓唬得住 宁王吗 然后王阿民笑一笑 龙光常问约 是既否 就说这样能吓得住 宁王吗 先生曰 王阿民笑一笑说 畏论既语不计 且言疑语不疑 你别说他管用不管用 你就说 如果你是宁王朱成豪 你看到了这些 你会不会怀疑 光约 一顾不免 当然怀疑是要怀疑的 曰 但得取疑 是既 只要 宁王朱成豪 建了这些公文 建了这些私信 心中由于猜疑 那好 那就起作用 所以我们讲过 心学就是心理学 杨明先生 心理学太强大 况且 他和朱成豪 接触之后 他对这个人的把握 是非常透彻 就知道 宁王 虽然 智大 但是才疏 尤其在用人上 容易起猜疑心 这一猜疑 好了 我这计策就成了 果然 宁王要造反 所以把在江西周围 盘查严密 这些公文大多都被他截获 包括那些私信 灵人 假扮成送信人 也被他们抓获 宁王拿了这些之后 就一直蹲在南昌不出兵 李世时 刘阳正反复劝他 赶快 咱们不往北京打 首先也要去打南京 那是当年红武皇帝 得天下的根基所在 先把南直立打下来 我们就有了半地江山 原来计划是这样 然后这个 宁王朱成豪 拿了这个 王阳明写的这些公文和私信之后 迟迟不肯出兵 担心中了埋伏 被包了饺子 当时王阳明在吉安 和武文定他们开会 大家就说怎么办 其实朝廷没有秦王之兵 应该怎么办 王阳明笑一笑 说朱成豪有三条选择 上中下三册 上册 直起 直接起兵 直倒黄龙 也就直接打到北京去 那是最可怕的 因为太突然了 北方也来不及防范 尤其本身武宗诸厚照 就比较昏庸 对吧 估计朝廷到现在 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南方局势怎么样 第二 中策 是骑兵 沿长江而下 夺取长江沿线重镇 然后打到南京去 这样的话 至少可以南北抗衡 但是这一来 整个长江以南 那就要怎么样 百姓 就要遭逢战火 第三 最好是 他不出南昌 做南昌固守 南昌是他的老窝 严物战机 那时候 等秦王之兵一到 然后 朱成豪就大势已去 大家说 宁王怎么可能坐等呢 王阳明笑一笑 三人自有妙计 我已经把安排都放出去了 然后 写完这信之后 王阳明立刻给朝廷写了一本 一道咒书 叫 非暴宁王谋反书 这个时候 他的学生啊 身边的人都劝 说这个出头的船子先烂 你看当时 整个江西周围 各地给北京的这个上报 都只说 南昌有变 或者江西有变 或者江西巡抚 顺遂死难 都不直接说 宁王朱成豪这个叛变了 谋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这个南方的官员都怎么样 都知道明泽保身啊 现在看看 宁王朱成豪已经叛乱 而且密谋十年 据说有雄兵十八万 气势 这不得了 而且朱成豪自己没敢出兵 先派了两支偏师 派了两队人马 轻易就拿下了南康和九江 重镇 九江就被拿下了 可见 朱成豪的兵马实力怎么样 军事实力很强 所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前面有个静难之意摆在那儿 人家朱棣就成功了 万一这又是一场静难之意 那宁王成功了之后呢 我们这些人 当时说他叛乱了 都要倒霉了 恐怕要被依九族啊 所以学生就说 别的官员都不说 这个宁王叛乱 那巡抚大人老师宁 上来就写个非报宁王谋反书 是不是 你不怕宁王得知消息之后 先第一个来对付你吗 而且这时候已经有消息传来 说是 宁王密谋结合了这个 当时的一个叛将叫叶芳 正好在吉安的南部 要夹攻吉安 要活作王耀明 说叶芳也要判了 已经被宁王收买了 王耀明笑笑摇摇头说 叶芳未必会反 叶芳当年也是土匪 王耀明当年写那份温柔的劝降书 导致卢科来投降的时候 叶芳也来投降 后来叶芳被收编了 王耀明说 我经过叶芳的驻军的时候 发现一个特点 以前他们土匪啊 都是扎一些草房子驻军 叶芳那边都是去了上好的山木 建了非常好的房子来驻军 那个说明他怎么样 他不会再去想当土匪了 想当土匪 昏一日试一日 官军一来脚 草房子一烧就跑了 不会想到安居乐业 你看叶芳的心态 他不会反 后来证明叶芳果然没反 但身边人没这个眼光 说万一他追随诸从好 可以封绝败将 他要万一反了呢 不以寻常计啊 寻常的道理未必管用啊 王耀明漠然良久说 天下尽反 即使天下都反了 我被故当如此 我寻心中道义去做 我也要这样做 这叫什么 这叫治良知 对不对 根据心中的良知去做 所以身边的人 据说听了王耀明这话之后 一时胸中利害尽喜啊 大家都不计较利害得失了 但是王耀明眉头一皱 又突然想 万一朱成豪抓不到我 派人去抓我老爹怎么办 所以他赶快写了一封家书 送到浙江渝瑶老家 给他爹王华 让他王华举足避难 结果他爹王华也不是一般的人 王华接到这封信之后 说我儿子那么厉害 我怎么能逃呢 要是朱成豪来的话 派兵来的话 我就拼他一个 你死我活 这番好气 幸好朱成豪这个时候 觉得王耀明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也没去管他 但是王耀明确实吓住了朱成豪 朱成豪派出各路探马 探听消息回来之后 才知道上了王耀明的账 一直到7月2号 有的是材料记载7月2号 像年朴利就记载到7月3号 使出南昌 使率大军浩浩荡荡杂 杀奔南京 王耀明的机制中策 但这个时候离他 起兵反叹6月14号 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了 快二十天了 大好战机遗物 结果因为南康九江已经被先妻夺下 所以宁王朱成豪兵不雪人 然后就来到了安庆丞下 要打南京 首先第一关就是安庆 安庆从长江中下游的战争局势来看 那就是南京的一道门户 要想打南京 必先沿长江中下游 去湖北武昌江西九江 安徽安庆 然后才可以压缩 江苏南京的生存空间 这才是万全之策 所以绕不开安庆 宁王朱成豪自信心满满 只留了一万人 守南昌 晋帅全部大军浩浩荡荡 杀奔安庆 以为他到了安庆 安庆也会像南康九江一样 望风而逃 所以就派了一个人去劝降 安庆之府 张文景 张文景这个不得了 这个人很有意思 巧的是张文景也是 洪志十二年的进士 也就是1499年 我讲的大明王朝那场 著名的会事 王阳明 唐伯胡 张文景 都是那一年的进士 又是同届生 所以你看这命运充满了偶然 充满了有趣 而且张文景呢 山东围方人 这脾气很腻 山东人 而且是围方的 这个山东有个顺口流 说这山东的水果 烟台的苹果 来扬的梨 不如围方的萝卜皮 围方人这个萝卜 围方萝卜很有名的 这个 张文景的性格就像 围方萝卜 嘎翁翠 然后组织军马 在城头大骂宁王 把出城豪气得 蹊跷声音 一个小小的安庆城 你能挡住我吗 下令全军攻城 但是张文景做足了准备 当时正是酷暑天气 然后宁王的兵马是养工 安庆当时诚实劳固 所以张文景在家 详细准备之下 宁王连攻不可 黄阳明首先 先唬住了宁王之后 然后开始紧急 向各省发出这个兵部咨文 请他们派秦王之兵了 然后自己 让江西境内的各府县 紧急组织一兵 然后让大家迅速 向张树镇 在这个地方会合 最后会合起来七八万人 人也不少 但是王阳明一看 哇 这都是香兵有有 都不成见智 都是乱七八糟的 最后筛选下来 正式的官兵 大概三万人不到 真正有战斗力的 兵不在多而在金 就这两万多人 不到三万人 然后王阳明就出兵了 出兵往哪去呢 现在说是宁王已经正在攻打安庆 手下 吴文定就说 这个大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救安庆啊 安庆一时 南京为以 南京一时 宁王事已成 就大局就很难了 所以要先救安庆 然后 王阳明摇摇头 我要去救安庆 必然怎么样 要越南康九江 去救安庆 倒是南康九江之敌 一旦封了我们的退路 这时候 朱成豪再回头夹供 我军为以 你看我们现在这两万多人 都不是九战之师 仓促 祖成的这个军团 根本很难抵这种前后家计 信心就不足了 这个时候 应该去打什么呢 应该去打 宁王的老窝 南昌 所有人一听 打南昌啊 南昌 你想 朱成豪在这密谋十年 这多难打 王阳明笑一笑 三人自有妙计 南昌你别看他样子 吓唬人 我自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攻心战 你看 王阳明一听朱成豪反了之后 立刻用兵部咨文 然后使用反间计 使用间谍计 全打的是什么 攻心战 所以玩的都是心跳 所以这个王阳明 先派人 匿名进入南昌城 到处张贴海报 说官军几十万 攻来南昌 然后宁王大势已去 弄到南昌城内 大概留守的这一万多人 人心惶惶 然后张树镇 把官军集合起来 多做战阵旗帜 旗鼓 声势浩荡 杀奔南昌 尤其是在清理南昌外围 南昌县的 这个宁王的驻军的时候 王阳明以绝对优势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 迅速扫灭南昌外围障碍 而且这个仗打得声势惊人 逃回去的人 你知道败了之后 要推却自己的责任 都要把对方夸大到极致 逃回南昌城的人 就把王阳明的官军 说得给天兵天将一样 人多得不得了 战斗力强得不得了 这看来都是秦王之事 这搞得南昌城内的守军 人心惶惶 这时候宁王又不在 阻力又进出 据说王阳明有二三十万人 这我们怎么守得住啊 在建城里头到处都是 招降海报 这时候已经人心惶惶 趁这个时候 王阳明于扶晓时分 决定对南昌城发起总功 他总共就两万多人 对不对 他把这分成十三路兵马 面对南昌七个门 都是两路夹攻一门 基本上 这样显得什么呢 显得声势浩大 然后让武文定啊 吉安之府武文定 赶州之府行巡 还有这个元州之府 徐林 宁都之县 王天宇这些 知府知县 各带一路兵马 然后扶晓时分 对南昌城发动总攻 结果南昌城守军 根本 略略抵抗了一下 再碰到武文定这种 凶悍的人 迅速怎么样 就逃跑 开始逃跑 然后武文定破城而入 第一个进城的 武文定一破城门 南昌七门进破 南昌立刻 就被王安民拿下来了 然后先 这个占领王府 一下搜出 宁王伪造的 镇国玉玺 以及各种官印 多达九十六科 所以你看 宁王这个造反 做足了准备 是不是 然后把这些 当时以降 这个宁王呢 江西各府的官员 纠结在一起 先说他们的罪状 对吧 然后说他们不得已之处 对 然后说 这时候各安本职 代罪立功 立刻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 南昌城 立刻就安顿下来了 以事实刘阳正 虽然水平不咋地 但毕竟是谋士 这点战略眼光还有 反复的劝 劝这个朱成豪 不能回兵啊 我们现在已是 箭在弦上 事成必发 虽然安庆 打不下来 但是你看 张文景才多少人 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我们再坚持几天 就可以攻下安庆 一攻下安庆 南京直日可取 甚至刘阳正建议 就是这个 朱成豪就是赌徒嘛 你太赌气了 非要给张文景 赌这口气 非要拿下安庆城 事实上 我们可以绕过安庆 直接去攻南京 凭我们的兵力 一定可以攻下南京城 当年朱宏武 占领南京之后 才可以有客服天下 扫荡北援的基业 南京多重要 所以我们先去南京 下南京 至少可以 给这个伪帝诸厚赵 化江而至 对不对 我们的反叛就成功了一半 这个时候回宫 南昌 到时候可就被 瓮中作憋啊 秦王之师一来 你就瓮中作憋了 朱成豪听了这话 一声冷笑 说 你们二人的家眷 被王阳明 被王阳明照顾得好好的 我的家人 却在南昌受苦 朱成豪 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又是王阳明的反奸绩 王阳明派人 送给 刘养正 送给李适时的密信 又被朱成豪 截获了 然后信里头写 刘养正李适时 你们的家眷 我都派人好好地照顾着 知道你们赤胆忠心 做卧底不容易 结果三番两次 朱成豪 你看 这时候 由疑到信 说你们的家人 都被王阳明照顾得好好的 我的家人都在南昌受苦 李适时 刘养正一听 说大王 这是王阳明的反奸绩 这是王阳明的诡计 你怎么能信他的鬼话呢 朱成豪冷笑一声 我倒想他也用这样的诡计 对我 把我的家人也照顾着 好好的呢 刘养正 李适时一听 就觉得自己的头 已经塞到这个 朱成豪的杂道底下了 吓得大气不敢 再出二声了 所以 这个朱成豪一意孤行 反正安倩也打不下来 立刻回军 所以可以看出 王阳明对这个 朱成豪的性格的把握 把握的怎么样 非常准确 首先 他是一个赌徒 但是他也不敢 这个 孤注一掷 其次 他又是一个守财奴 又放不下 已经有的一些东西 所以 打蛇打的七寸 王阳明一下打在这个 朱成豪的七寸 朱成豪 贵心事件 立刻 先派 这个 吴时三 零十一 还要命 捏四 带两万兵马 先锋部队 赶快 赶路 先回南昌 这个时候 南昌城内听说 这个宁王大军 全部回杀 所有人大惊失色 王大人这招 唯唯就招 果然成功了 但成功了 我们惨了 这时候周围不见秦王之兵 我们就这两万多人 死守南昌 守得住吗 原来大家觉得 南昌城很坚固 是不是 一看 这个宁王那一万多人 怎么守的 根本守不住 但是 所有人也没地方可去 逃也不可能逃 对不对 所有人都给 这个王阳明建议 军事会议上 大多数人的意见 毕竟南昌 城高强厚 我们应该兼臂亲爷 把南昌周围 都兼臂亲爷 平成自首 等到秦王之师 来救南昌 这时候里外何为 王阳明听听又摇摇头 他的观点 他的眼光 总是超越众人 王阳明说 先生曰 贼士虽强 未逢大敌 你必须看 银王的这个叛军 好像很厉害 连克南康 九江等辞 但其实没有遇到过 劲底 所以你看 安庆之府张文景 手下不过 一两千人 就把他堵在了安庆 唯以绝赏幼之 不过就是 银王是给他们重力 引诱他们 竟进不得逞 退无所归 纵以消举 银王手下士气已然消举 若出其击断 不战之亏 我们主动出击 他以为我们人少 不敢打他 我们如果主动辞击的话 他肯定意料不到 这叫出其击断 他一定不战自愧 所谓 仙人有夺人之气 王明说 先发之人 也就有夺人之气 不能在这死守 一定要主动进攻 所以听说 听说了这个 银王的前锋 五十三零十一 一帅两万 水师 朔江而上 已经要回宫南昌 这时候 王阳明派兵部将 让吴文定 吉安之府吴文定 赣州之府 行循 各帅五百人 正面迎击 人家两万人 你就带五百人 正面迎击 然后王明笑笑 少安勿躁 然后又让 元州之府 徐连 宁都之县 王天宇 也是 就跟等年十三路 攻南昌一样 分派七八路 各带 数百数千人 沿各个方位 等正面接触 等五文定他们 和这个 零十一他们 正面接触之后 从各个角落 斜插包围 穿插 所以等五文定 和行循 在江面上 遇到 朱成豪的前锋 零十一 五十三 看了这个 五文定的 那个小破船 比起那个 宁王的战船 水师战船 至少差了三四代 哈哈大笑 就王阳明 就这样的兵马 也敢来 夺南昌 也敢来 阻宁王的路 是不是 所以这个零十一 和这个 吴十三这些人 原来都是什么 都是江阳大盗 最喜欢的 乘一时一气 所以这个零十一 作为三军主帅 根本不管不顾 一看 这个五文定的 那个战船 那个设备 那小船 主动开着 自己的这个 水师的组建 也不交代其他人 直接冲出战阵 就冲上去 和五文定 杀作一团 然后手下的兵马 一看五文定 行循就这么 千把来人 是不是 零十一 主帅都不把他们 放在眼里 很多人就像 看热闹一样 在江中 根本竟 没法进入状态 但是五文定 你别看船小 人少 哎 五文定的本事 那这个 王阳明平 南旦之匪中 五文定 那是最重要的 一员大将 居然 零十一拿不下 给零十一 杀得难解难分 这众人 懈怠之中 突然 前后左右 各方向 穿出各种兵马战船 把这个 零十一的水师 搅成 一片混乱 所以你看 王阳明的这个作战 总是这样 很奇特 他总是先用心理战 乱骑军心 然后怎么正面作战 然后 彻意袭扰 然后再突然发动主攻 所以这种 七八路兵马 突然穿插进来 零十一和五十三 没有防备 立刻大乱 所以这个伏兵四起 把这个 朱成豪的前锋 杀得一片大败 零十一 五十三 没有办法 紧急退兵 退到这个八字脑 就 陀阳湖 东叛的这个八字脑 在这等待 等待朱成豪的大军 然后朱成豪的大军 终于赶来 八字脑和零十一 五十三会合 紧接着就开始正式的 颇阳湖大战 我们下集再做 谢谢